热腾腾的浓湯 喔 開始啦 嗨 大家好 我是姐夫 力工已經過了 天氣也開始慢慢變冷了 這時候要是能來一碗熱騰騰的濃湯 那是最幸福不過的事情 那姐夫今天就來分享 熱騰騰的卡布奇諾蘑菇濃湯 溫暖你們的心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洋菇600公克用刷子刷乾淨 洋蔥150公克 蒜頭30公克 洋芋1顆 沙拉油2湯匙 白酒2大匙 姐夫排蔬菜高湯4杯 無鹽奶油30公克 通用麵粉1湯匙 全子牛奶3杯 荷蘭芹20公克 法國麵包大片 松茹醬20克 鹽胡椒調味用 洋蔥切絲 蒜頭壓一下 切碎 洋芋削皮 切塊 先泡到人水裡 才不會氧化變色 預熱平底鍋 加一點點油 炒香洋蔥 炒香蒜頭 加入蘑菇 加入蘑菇 解副排出菜高湯 加入养育 盖起来 煮至沸腾 关小火 煮25-30分钟 我们现在要做奶油白酱 再预热一个锅子 加入奶油 煮至融化 加入面粉 稍微炒一下 把面粉充分炒散 大约1分半钟 加入冷牛奶 要记住是冷的冰的都可以 千万不要加温的或者是热牛奶 要不然会变成面疙瘩喔 细湿搅拌 让面糊与牛奶充分融合 不要有结块 再回到炉子上 加热 持续搅拌 有发现越来越浓稠了吗 这就是传作中的白小妹 白小妹 这个奶油白酱 白小妹 是为了要让姐夫的蒙污汤 更浓稠 更滑顺的 差不多煮到这样 熄火备用 这一锅差不多咯 检查洋芋煮烂了没 过滤 用果汁机打成细致的蘑菇泥 姐夫想聊一下 浓汤与浓汤 有发现 姐夫从头到尾都用浓汤 而不是用浓汤 有没有发现 姐夫的工序 有一点复杂 有没有发现 姐夫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这就是浓汤与浓汤的差别 姐夫今天的浓汤 你在高级餐厅 单点一份 要280到450 套餐 一个人要3000到5000 可能还要更高 这是平价油白馆 自如餐厅 无限续碗的浓汤 无法比较的 奶油白酱 再加入一杯牛奶 搅拌一下 再倒回锅中 里牛奶里面糊一起煮 可以再加一点牛奶 或者蔬菜高汤 调整浓度 哇哦 香喷喷 热腾腾 姐夫有说过吗 姐夫的卡布奇诺 蘑菇溶汤 完全没有肉的成分 是全素的哦 蘑菇溶汤 确定味道之后 全入汤丸 牛奶加热 打成奶泡 加入蘑菇汤 赏上荷兰芹切碎 然后上桌 哦 差点忘了 面包和松露酱 啊 身体整个都要喝起来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这个周末 就跟着姐夫一起做个看吧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留言给姐夫 要记得帮姐夫订阅 按赞和分享哦 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 哦对了 要记得点按小铃铛 开启通知 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 那 姐夫日常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